徐医生,我肢意性脱发头发又油又黏 每次洗头手上都是头发 我是不是快秃了 头皮油腻,头发细软 还常伴有头皮蟹增多,头羊等等 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扣个衣 其实这些都是肢意性脱发的症状表现 我接诊的肢意性脱发患者 很多都是这样的 这位私信我的朋友呢,也是一样 头皮油腻想洗,但又怕越洗越秃 其实不用担心 肢意性脱发是可以每天洗头的 肢意性脱发又叫做雄激素脱发 它的脱发根源就是 体内雄性激素在我二发黄一眉的作用下 转变为二性高酮 当二性高酮浓度过高时 雄激素受体会对毛狼造成伤害 为了抵抗这种伤害 毛狼就会开始萎缩,引起脱发 那我们回到洗头上来 洗头只是清洗头发发干 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脱发数量 这里估计有很多同学反驳我 在洗头的时候 脱落头发的发根根部也会有小白点 这些难道不是毛狼吗 首先说明一下 这些白点并不是毛狼 而是发根上形成的油脂 这种油脂也不是什么有害的物质 它可以阻止一般的细菌入侵 所以不管头发怎么掉 只要毛狼还是健康的 那么头发还是会重新长回来的 而且我们每天洗头并不会损伤毛狼 引起脱发 人的头发总数超过十万根 正常人每天都会掉落 五十到一百根左右的头发 同时也会有对应数量的新生头发作为补充 保持头发总量基本不变 洗头时你感觉你自己头发掉的 比较厉害 那并不是洗头把头发洗脱了 而是让那些已经快要掉落的头发 提前离开头皮罢了 总之向开头私信我的 这位知性脱发的同学 是可以每天洗头的 针对他的脱发情况 我已经把他的头发改善方法单独发给他了 如果大家也有头发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问我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下车里面上 我认识区下车里面上